陈明通在这一阵子以来 他所有的作为 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 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 所以我们要向台大 还有向教育部 对陈明通告发 就是禁告陈明通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高居国安局长之位 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为了包庇林志坚 跟林志坚来配合 他开记者会 你就来发声明 以为配合的天衣无缝 两个人自导自演 事后串购 要逼于正皇硬吞下去 陈明通跟林志坚 充分配合 狼狈未奸 我们在这里 要特别的 来跟社会大众 来报告一件事情 除了现在 林志坚和于正皇 都分别被台大 来检举 台大向台大检举 他们的论文涉嫌抄袭之外 那么我今天也要正式 向台大的学术诚信办公室 以及教育部 检举陈明通 违反学术能力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检举 大家也都看到 昨天陈明通的声明里面 自证有罪 自证几罪 也就是说 他的现在的最新的说法是 他在改完林志坚的论文 相关的摘要跟计划之后 在林志坚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把他拿给了于正皇 让于正皇使用 这个就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 这个是陈明通自证有罪 如果按照陈明东 今天所写出来的这样的剧本 当然严重违反学术伦理 因为一个指导教授 一个口试委员 怎么可以把学生 还未发表的论文 去拿给另外一个学生来使用呢 这当然是严重的违反 相关的学术伦理 我们相信 今天陈明通三次声明 林志坚的三个记者会 是两个人在事后串供 尤其是昨天 这个事件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月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办法 厘清外界的疑虑 所以呢 又想了另外一套剧本 来对外界说明 那么既然现在林志坚跟陈明通 都一直不愿意到台大去做说明 那么我直接要向台大 已经向教育部来告发陈明通 违反学术伦理 在这里就是禁告陈明通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高居国安局长之位 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为了在这边包庇林志坚 跟林志坚来配合 他开记者会 你就来发声明 然后拒绝到台大的学伦会去做说明 以为配合的天衣无缝 两个人自导自演 事后串供 要逼于正皇硬吞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 于正皇的律师 他的回忆说 可能不排除采取司法途径 因为呢 于正皇是直接的关系人 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但是陈明通 在这一阵子以来 他所有的作为 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 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 所以我们要向台大 还有向教育部 对陈明通告发 让他不能再这样子为所欲为 以为他在外面 在这边写剧本 然后外界就要去接受 他这些配合林志坚的演出 我所告发的法规的依据 这个是我会用教育部的部分 我会用直接的信函 来具名检举 那台大的部分呢 我会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呢 向台大的学术诚信办公室 来做检举 因为教育部过去颁布了 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案件的处理原则 而这里面相关规定非常清楚 当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 查证属实时 指导教授 对于指导学生所发表的学位论文 要负监督不周的责任 那么另外 教育部也做了很多的函事 也就是他为了要提升学生 学位论文的品质 学校除因积极建立 学术论文审查机制之外 对于教师进行学位论文指导 审核与报告评分的科则 也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而在109年的韩式 甚至说 如果学术论文有专业不符 或违反学术伦理的时候 指导教授要负相对应的责任 而且相关的细所 必须提出改进之道 如果情节严重 教育部可以要求该细所 停招减招 或者是减少对于该细所的相关补助 这个都是在教育部 跟台大自己本身的 一些学术诚信的指导相关的规则 都有相关的规则可以去办 所以在这里就是禁告陈明通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高居国安局长之位 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为了在这边包庇林志坚 跟林志坚来配合他开记者会 你就来发声明 然后拒绝到台大的学伦会去做说明 以为配合的天衣无缝 两个人自导自演 事后串供 要逼于正皇硬吞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于正皇的律师 他的回忆说可能不排除采取司法途径 因为于正皇是直接的关系人 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但是陈明通在这一阵子以来 他所有的作为 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 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 所以我们要向台大还有向教育部 对陈明通告发 让他不能再这样子为所欲为 以为他在外面在这边写剧本 然后外界就要去接受 他这些配合林志坚的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